第十题了 给这些知道的辨理 这些Angles都知道了 是一样的 证明 EAB等于FAC EAB就是绿色的一只 FAC就是蓝色的一只 这两只Angles看似很奇怪 它们两个中间重叠了这块 我用红色列印一下 红色这一只就是CAB 另一个认证 这两只蓝色的EAC等于BAF 所以绿色 假设这只我们叫做X 红色这一只叫Y 蓝色这一只叫X 其实绿色的角 其实就是X加Y X加Y 就是这一只加二只 下面这一只 其实也只有X加Y 这个都是X Y 所以下面的其实都是X加Y 所以证明到这两只Angles是一样 这本书很流行的题目 就是角是凹着的 边又重叠在一起 有些Angles也重叠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会写得这么繁盘的了 这个Part A 我们会这样写 列 EACBF X 另外 CAB中间的重置部分 叫做Y 所以EAB和CF 大家都是X加Y 所以两只Angles 是一样 Part B就证明 A,B和A,C 这里一定要用Congruent Triangle Corresponding Size Congruent Triangle 既然Part A已经证明了 EAB和FAC 就是这个 我们接着要做的 就是EAB的三个人 要证明它是Congruent to CAF 也几明显的了 已经有一对Angle一样 中间这边有一样 E直角 这对角又一样 所以 属于A,S,A A,S,A 所以 用了Given 那两对相同的Angle和B Part A reproved 我们这样写 Proved in A 所以 这个是Congruent Triangle A,S,A 所以这两对边一样 Corresponding Size Congruent Triangles